橡皮隧道发生了一起民众攀岩不胜衰落的意外 花园消防局勤务中心表示 28号的上午9点25分左右 接获报案表示橡皮隧道有民众攀岩的时候 绳索没有拉好衰落50米深的地方肢体变形了 消防单位聚报之后也赶抵了现场 将这名攀岩的男子送医急救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消防局第一大队和人分队 在9点42分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该地形为悬崖峭壁 实施绳索救援困难 为了争取时效请求空中总队支援 并将病患一致可行进行吊挂之处 何秉和人分队与动九两六接获秦次派遣台庭丁县 61.4K处橡皮隧道坠落请勿 现场患者为医名 男性约60岁 亲友人告知三人同行邀约至橡皮隧道判准 患者约在高度10至60公尺处坠落 现场救助人员利用绳索下架到达患者处 发现患者已无呼吸心跳 救助人员立即实施CPR及救助处置 利用SKD固定患者请利用绳索将患者搬运至海潘处 与利用航空序执行吊挂投研 最后有何必求要人员送至花莲805救治 至于城南一行三人前往橡皮隧道攀岩一室 是否为商业团或是各自邀约 目前仍带警方厘清 橡皮隧道位于秀林乡和平村附近 是日据时期开凿的 梳花林海道路隧道中 行外观像是大象的鼻子 坐落在林海癌边上 而且曾经印制在1951年发行的 旧台币一元纸钞上 而近年来也成为了超夯的景点 记者凌杰秀林乡采访报道 我会让你称赛的远达 我会让你称赛的远达 我会让你称赛的远达